分享 折腿 來啦 折腿 手會褐 其實現在來講 青鳳 error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 那 他也是一個青年創業家嘛 在祖北這邊 也算是一個非常特色的 一個這個企業 有幾個建議 第一 你可能要想清楚 那怎麼找到你的客群 像我 我是因為你 我才知道有這種東西 要不然好的产品讲真的 你如果没有这个人愿意欣赏的话 那你是取高额化 不管是你将来做研发也好 或者是你在设计产品 或者是你在做行销 你需要很多人才 欣赏企业品牌也好 我相信还是会有很多人欣赏 但是最后你可能必须要想办法去开发更多 更多的这样的这种商业的机会 要不然讲实话 好的东西呢 光是靠口碑呢 可能还不够 可能需要再发更多的时间去做其他事情 不过我想你如果要到中国大陆 还是一样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只是这个问题会更大 机会更大 你要知道我们2000多万人的小动市场 跟他14亿人口的小动市场 那个数字上就差很多 事实上他的分母大 基数大 所以获取的目标的客源就更多 那当然你可能要找合作伙伴 或者你可能要先 不管是透过网路啦 对你的客源客群 认定你的客群在哪里 做行销 然后或者是找到这个实体通路来合作伙伴 你要先做好研究 但这个东西你要先做好讨论 一定要先做好讨论 因为中国大陆市场虽然大 可是你要吃到的话也不是那么容易 你要你要真的要做好很多准备 比方讲他不错了 我们先几年前看到他现在都还撑着 可是我跟小万 至少他还还很积极的 也很热忱的 继续在推他的这个这个产品 继续在做他喜欢做的事情 那我相信这个过程也蛮辛苦 绝对也不是像你想的 或者像很多人讲 哎好很简单 这个绝对不简单的事情 没有任何一个人创业是简单的好 那他能够坚持好到现在 在这两三年下来不停的在进步 不停的在成长 我想我们我们我个人是很佩服 不要再给你爬我的加油一下 继续一下 再接再 你遇到遇到如果遇到挫折 也不要气 我想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 没有一个人会觉得 是简单的事情 但你成功的那一刹那时候 之前的这个辛苦 其实也就不算什么了 重点就是你要到 你满意的那一刻 你还是需要付出很多的这个辛劳跟代价 我相信你有这个毅力 加油 加油